学生想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做义工 但习气太重 是先多听经 学好了再去做义工 或者是在做义工当中磨练 对 先要学 学了之后在生活当中磨练 那么做义工你变成你生活 最好到哪里学呢 最好到汤匙 卢匠文化中心就学 你能在那个地方学三个月 你回来做义工是义工的模范 是义工的榜样 那你就是行菩萨道 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义工习气还很重 到汤匙去之后大家就晓得了 不去不知道 自己以为修行还不错 去了之后才知道 所以你要到汤匙去学三个月 回来做义工 你是义工的榜样 你会感化很多人 那你就是慈禧的菩萨 这个方法好 希望你也发大行 嗯 我待会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